影片開始之前我們先告訴大家的是 這部影片是要給這些剛接觸羽毛球的小孩子 或者是想要讓孩子接觸羽球運動的家長 去了解的一部片子 而不是說你已經有一定基礎了 所以要給兒童拿這些球拍 這個要注意一下喔 提醒大家一下 兒童的球拍該怎麼做選擇 快加入我們羽球密碼頻道的會員 開頻道三年多以來我們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 也得到了非常多廠商的信任 感謝各位觀眾一直支持著我們 會員的福利其實不錯喔 我們再來會推出進階的教學影片 裡面會提到很多比較深層的練習方法 會員還有一個福利就是可以抽獎 我們會員有分成四個等級 如果你是鐵牌會員的話 月費是45塊 可以收看進階教學頻道的部分 銀牌會員月費是100塊 銀牌會員是150 金牌會員一個月是300塊 這三個就有抽獎的部分 抽什麼呢 欸 抽球拍啦 我們估計一年大概會抽12支球拍 那銅的話呢 你每次開箱就是有一張摸彩劍 銀的話呢會有兩張 金的話呢會有三張 如果我們開箱球拍 廠商贊助的就是抽給你們 如果是我們自己買來開箱的話呢 就是把我們開箱那一支四打過那支抽給你們 偷偷告訴你們 我覺得150的比較划算 聽完這些福利之後呢 你有沒有心動呢 你們也應該發現了 羽球密碼後製呢 越來越豐富了 做的東西也越來越廣了 這些都是需要大家支持的啦 那如果你們願意支持我們的話呢 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 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 羽球密碼 最近我去膠球啦 我們自從拿到了奧運金牌 跟奧運銀牌之後呢 羽球呢 捲起了一陣旋風啦 就我手指上次有這個旋風的時候 就是帶自己那時候 拿全英東開賽三連冠的時候 很多人來找我學羽毛球啊 我只能嚇到這一次呢 OK 我們奧運金牌 跟奧運銀牌回來之後呢 甚至有刮起新國球的旋風啦 目前來講的話啦 羽球風氣就越來越盛行了啦 只是礙於疫情的關係 就必須要戴口罩打球 但是這個就是大家要 互相配合尊重的地方 像我自己開始接觸羽毛球的時候 大概是小學三年級開始學桌球 學了一年之後呢 四年級才開始打羽毛球啦 現在呢 因為我自己在當教練 目前有發現學齡一直在往下 甚至有些大班就開始在練球了 這時候就會出現問題啦 就是很多家長會帶學生來給我上課嘛 我說老師我們那個一年級的啦 我們那個小班大班的啦 我教過最小可能是小班的啦 那個要怎麼辦 那個球拍他們那麼矮 球拍要怎麼選 我們今天呢 就是來告訴你們 兒童拍 該怎麼做選擇 好 首先呢我們要先了解一些條件 在這些條件下面呢 我們該選擇什麼樣的球拍會比較適合小孩子 小朋友他的身高比較沒有那麼高 如果以我們的身高比例來講的話 正常的球拍對我們來說應該還好 沒有到很高 而對他們小朋友來講 他們身高比例沒有高的時候 球拍可能對他們來說會有點太長 再來是手的大小 孩子的手呢一定會比較小一點 沒有像成人的手會那麼大 所以在握把的選擇也是一個蠻重要的地方 第三個呢 是孩子的力氣比較沒有那麼大 相對的他的肌肉也比較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呢 你要選擇球拍的重量就要注意 在這幾個條件下面呢 建立好這個觀念 再去做選擇球拍的部分 那小朋友該拿什麼球拍呢 來 攝影師 來來來來來 這個大概很明顯是一隻很大隻的球拍 小朋友不是要拿 但是如果你給小朋友拿的正常齒 尺寸的球拍的時候 就像你在拿這種球拍 你有沒有那麼大隻 就是他比例可能不太對 那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你要怎麼挑選球拍呢 就是你要看這孩子的年紀 我們會從年紀去幫他做選擇 那年紀就決定尺寸的大小 小朋友呢其實像這隻球拍 這是聖利的球拍 我不是特別當生意打廣告 聖利沒有給我們業配 請教一下 記得要趕快業配 來來 聖利 來喔等你喔 我們以小學來做一個分水禮 小學以前呢 就是球拍可以拿小隻一點 它尺寸也比較小 跟一般球拍的尺寸不一樣 好可以看到這兩隻球拍不一樣長 握把的長度也不一樣 然後粗細也不一樣 那這種球拍呢 好握 就是它你看我一層的人手已經握起來了 它也比較細 小朋友在握的話會比較好握 這一隻多少錢啊 閉一下好了 這一隻大概一千出頭而已 而且這個很輕 這個重量才五一位 我覺得聖利設計這個東西還蠻好的 可是它有設計一個這種小朋友專用的球拍 它不是太長也不是太短 剛剛好 中管比較短一點 這個小朋友打應該會剛剛好 這個是第一種 適合小學以前的小朋友拿的球拍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再來下一種球拍呢 是比較常見 而且我去學校教客戶社團呢 也常常看到這種球拍 三通頭的球拍 要結合的這種球拍 這個是鋁製的嘛 會比較輕一點點 那通常比較多看到的是鐵製 文具店在賣那種 那個真的不行 那個太重了 那個真的不適合家長買給小朋友 雖然很便宜一百多塊 那個真的不適合小朋友 因為重量太重 小朋友的手很容易受傷 甚至握不住 那這一種球拍的好處呢 就是它便宜吧 差不多這個一半而已 就是比較好入門 而且這個你敲壞了 你也不用太擔心說 孩子把它敲壞 因為敲壞就算了 可是這種壞處就是 它敲會變形歪一邊 它不是碳纖維拍 像這個是碳纖維拍 所以它敲到之後會 敲一邊 多少會造成一些 擊球上感覺的影響 但是這個球拍揮起來的感覺 也是不會到重蠻輕的 所以這個也算是 針對小朋友去設計的 它就是鋁框 它是鐵裝款 好那這種球拍呢 就比較適合就是 小學的 中低年級都還蠻適合這種球拍 那這個球拍已經是正常持續的球拍了 好再來我們介紹下一種 鋁合金的球拍 可是呢 它沒有做三通頭的設計 通常我是不太會建議 小朋友去拿那種 三通頭這種球拍 畢竟這種球拍的 耐用程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因為小朋友其實很 不太會掌握力量 跟掌握球拍 所以就很容易造成球拍的損傷 那這一種呢就是 欸 它是正常尺寸 然後呢 它這邊是一個 踢頭設計的 但這種叫做鋁合金的設計 跟一般碳纖維的球拍不太一樣 碳纖維的球拍 敲到可能就會碎掉嘛 結果那種纖維會跑出來的感覺 會裂掉會斷掉 像這一種呢 可能就跟這一種很像 那它敲上去呢 可能也會比較耐敲一點點 當然一定會掉漆 但有一個疑慮就是 它敲到最後也可能也會像 鋁織這種球拍會歪一邊 有時候家長有力氣 連可以把它凹回來 中管就是碳纖維中管 這就是有 比較有彈性一點的碳纖維中管 所以就大概800多塊而已 也還好 比這個再貴一點點 要是我會比較選 想要推薦這種東西 好那如果我是學生家長的話 我會選擇什麼樣的球拍呢 我覺得最值得選擇 是這一支球拍啦 它是鋁合金的球拍 然後碳纖維中管 雖然重量呢 可能是90克到100克左右 稍重啦 但是呢這個價位 我覺得還蠻對得起這支球拍的 就是說正常尺寸 然後重量不會太重 小朋友敲又不太會壞掉的球拍 這樣講一講好像再多貼個一兩百塊就可以買我們頻道之前介紹的那個GXS 那個也很輕啦 可是那個有點缺點啦 就是可能敲比較容易壞掉 只是那個也是很便宜啦 再來我會買的可能是像這種三通頭的球拍 這種球拍雖然再重一點點 但是這個球拍 我是在幫汽車打廣告 一直才五百塊 你會覺得說這個打一打你很高興啊 那就是五百塊 阿今天給我算算了就好了 好五百塊 小朋友打這個也不錯 然後大家最後呢 我不是說最不推薦 只是說這個球拍其實是這三支球拍裡面 威格最高的一支喔 他其實到5U的非常輕喔 這個重量是非常適合孩子的 但是呢 這個球拍呢 缺點就是說 他的尺寸 是小的 他長大到最後 他還是一樣要拿正常的球拍 一開始讓他試一下也都OK 那如果你的孩子呢 只是想要 欸我只想讓孩子流流汗啊 去外面打打球 去戶外打打球 那種 你買這種球拍絕對OK 這個就很適合 甚至去迪卡農 你可以買那種更短一點的球拍 更短一點 讓小朋友先打得到球 都OK 這種球拍很OK 那如果你的孩子是想要 往這個羽球方面發展的話呢 我建議就是一開始呢 就直接拿正常規格的球拍 去做使用 會比較適合 好以上呢這就是 我們對兒童 該怎麼挑選球拍呢 做的分析與探討 那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追蹤我們的IG 還有到我們的臉書 粉絲最喜歡點讚 謝謝再見囉 掰掰 就是這一支啊 這一支絕對好的 是這一支啊 有沒有 這支球拍差不多啦 我有說過 其實我們之後會再開箱一個 就是瓶裝版的球拍 沒錯 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開箱這一支 瓶裝版的球拍